星星拿着一把人类武器 打算猎杀眼前这只受伤的迷路 结果下一秒 草丛中忽然窜出一头棕熊 好在小星星的父亲及时扑了上来 阻止了棕熊对儿子的袭击 他随即大声呼唤同伴前来帮忙 听到首领的呼唤 星星大军在二当家的指挥下 开始飞快地朝着他的方向前去支援 二当家库巴拿着一柄钢叉 快速穿梭在丛林里 然后从岩石上飞跃而下 被救下的这个大星星 就是他们的首领凯撒 十年前凯撒救下被人类虐待的猴群 与人类在金门大桥大战胜利后 带领原族来到这片原始丛林生活 拥有高智商的原族 在凯撒的带领下建立了自己的部落 并且发展出了属于他们文明与秩序 凯撒已在这里结了婚 还拥有两个儿子 生活还算幸福美满 反观人类这边就没那么幸运 当年科学家们又能提高心性智力的药剂 大量注射到人类身上 可这种药剂并不适用人体 一时间全球爆发了一场恐怖的原流感 流感让人类死去了三分之二 侥幸存活下来的人类 只能藏身于破旧的集中营里勉强度人 然而多年未曾见过人类的凯撒 认为人类也许真的消失了 但这天人类意外地闯入 让原本生活平静的他们 再次陷入了战争 凯撒的大儿子兰谋 带着灰灰在回家的路上 意外碰到了闯入这里的人类 男人见到他们十分慌张 由于害怕他们便直接开了枪 灰灰受伤倒在地上 但枪声惊醒了凯撒 于是他带着大军急速赶到这里 火箭焦急地告诉凯撒 说他们打伤了自己的儿子灰灰 凯撒努力平复着他们的情绪 然后看向了面前的人类 惊慌失措的众人匆忙地逃跑 甚至掉落的包都来不及捡起 凯撒让库巴在后面盯着他们 而前来的库巴却看到了人类幸存的基地 于是回来后告诉凯撒应该主动出击 但凯撒认为 如果开战将会让很多人类失去家园 甚至失去亲人 而被人类当作实验品的库巴 单独找到了凯撒 曾被虐待的他从不相信人类 但是只要凯撒说的 他都愿意做 而想要让人类知道原类的厉害 凯撒也认为应该如此 于是带着星星大军 浩浩荡荡地进入人类城市 人们难以置信地看着星星竟然能骑马 还像军队一样井然有血 慌张的人族拿起武器进入紧急备战状态 似乎下一秒大战就一出几发 这群大猩猩骑着战马 手里拿着原始武器 浩浩荡荡进入人类领地 猩猩首领凯撒还对人类发出警告 说完凯撒带领原族潇洒离开了这 可难民营的生活物资即将耗尽 而且一旦失去了电力 他们将彻底的断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于是一番考虑之后 马尔又重新找到了凯撒谈判 他将凯撒一路带到了水电站内 然后告诉了他电能对于人类的重要性 在马尔的一番劝说之下 凯撒同意了人类上山修水电站的请求 但是有一个条件 那就是需要交出所有的武器才行 可即便如此 凯撒的这一决定 还是让痛恨人类的库巴感到愤怒不已 隔天 他便带领着两个星星 悄悄地潜入了难民营中 在这里 他发现了大批的枪支弹药 里面囤积的炸弹足以摧毁整个原族部落 可这时 库巴却被两名看守的人类发现了 他集中生智 装疯卖傻 成功地骗过了人类逃了出去 另一边 准备重启水电站的众人却发生了意外 爆炸将几人困在了通道外 最后是善良的凯撒将他们救了出来 凯撒的小儿子天真的跑到人群中玩耍 然而钻到工具箱中 却意外发现了一把枪 人类的猪队友直接伸手驱赶小星星 并掏出猎枪对准了他们 这时凯撒冲出一把将其放倒 但要动手却被马尔拦了下来 凯撒气愤地将枪扔进了河水中 然后告诉人类立刻离开 可水电站还没有修复成功 现在回去无疑于是功亏一篑 于是马尔带上小美再次找到凯撒求情 却意外发现了凯撒重病的老婆 小美主动提出可以帮忙为其医治 作为交换 凯撒也同意了让马尔等人再多待一天 并且表示会让自己的手下钱去帮忙 可当库巴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他愤怒地说 凯撒爱人类 胜过原类 更胜过自己的家人 作为统领的凯撒 面对库巴的不断挑衅 他再也忍不住了 直接一拳将库巴打倒在地 可原族有个规矩 是不许同族自相残杀 所以最后凯撒还是没对库巴下手 库巴伸出了城府的手 然后离开了这里 在凯撒那里受了气的库巴 再次装傻冲冷来到了人类的基地 然后趁机拿起了他们的武器 这次 这两人倒死已没想到 会死在那里的猩猩手 拿人类出完气的库巴 回到猩猩部落 准备悄悄干掉凯撒 然后替代他的位置 正在享受天伦之乐的凯撒 并没意识到库巴已经叛变 躲在暗处的库巴一枪 直接干倒了凯撒 这一幕被凯撒看在眼中 所有原类开始惊慌失措 这时库巴拿着枪直接跑了出来 说是人类杀害了凯撒 并且烧毁了原类的家 蒙在鼓里的猩猩们 决定听从库巴的话 一同攻击大桥对面的城市 库巴喊着口号为凯撒而战 以牙还牙 然后骑着战马带着大军 冲向了人类的城门前 但双方的战火让原类损失惨重 蓝猫看到这一幕 似乎理解了父亲凯撒说过的话 看到大量的原类倒在了他的面前 心中很是害怕 但对人类只有仇恨的部分 仍在疯狂地带着大军 前赴后继地冲向对面 并且抢下坦克 打开了城市大门 成功控制了这里 在楼梯处有一个大叔还在抵抗 库巴直接从后面放倒了他 并下令让一个叫灰灰的小猩猩 亲手杀了他 可灰灰却拒绝了 他告诉库巴说 如果凯撒在的话 一定不会希望他们这么做 却不想这句话直接激怒了库巴 他抓住灰灰的脖子 直接将他拖到了二楼 然后将他扔下去摔死 库巴警告其他的猩猩说 凯撒已经死了 现在他就是新的统领 然而另一边 受伤的凯撒被马尔和小美救了下来 在凯撒的指引下 他们来到了凯撒曾经的家中 但是需要手术的他却没有药物 于是马尔悄悄回到了城市 在拿回药物的同时 还带回了凯撒的儿子兰某 在得知是库巴打伤凯撒后 他终于明白了一切 但刚刚手术完虚弱的凯撒 暂时不能回去 他拿起陈旧的录像机 眼含泪水地看着里面曾经的画面 而兰某决定帮助自己的父亲 于是找到了红毛和火箭 偷偷地将他们救了回来 凯撒得知妻子和孩子 正在被带往城市的路上 于是跟着马尔从地道悄悄进入了城市 他带着自己得力的几员大将 爬上了城市的塔楼找到了库巴 大当家和二当家直接打了起 库巴的腹部被意外划伤 但还是拼命地反抗 但他依旧不是凯撒的对手 凯撒一脚将气踹倒 然后双拳重重地砸向他 混乱中他们掉了下去 抓住绳子在半空再次大战 但这时人类引爆了城市的炸弹 整座高楼开始发生破碎 凯撒看到受伤的星星 于是全力地营救他们 而库巴看了看火箭 却并没有这么做 疯狂的库巴开始对着原族无差点攻击 愤怒的凯撒直接全力跳向他 库巴被撞在了悬崖边缘 库巴用手死死地抓住铁架 他还想向凯撒求饶救救自己 可当凯撒望向四周 满是伤痕的同伴 想起库巴疯狂屠杀同族的时候 他最终放开拉住库巴的手 电影的最后 凯撒重新当上了原族的统领 和他的老婆孩子紧紧地相拥在一起 马尔告诉凯撒 这里很快就会被武装战士所包围 要他尽快带领原族离开 可凯撒却说 这次是原族主动挑起的战争 所以他不会选择逃避 凯撒也带领着原族同伴们 一起迎接这场即将到来的终极之战 好了电影结束 我是皮皮 喜欢的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